这就是湖南荣定王墓的地宫 明朝的藩王墓 大郎带你们进去看一看 哦 看 它是三个后室 一个前室 这两边都是 当时下降的时候放的长眠灯 能看到吗 这大蜘蛛 哎呦我这个有点恐怖 我长满了这什么草 我这是 这个是牧主人石冠庄 两边葬的是他的后妃 牧主人叫朱一贞 是明县宗的孙子 他也是湖南常德这边的 大概是第四个王 哎呦 这门 我怕有耗子什么之类的 这大棺床 剩三个棺床了 这个墓1956年强救性发掘 哎呦 这边是通 和他的妃子 木通着 这种玄公的形式是德藩二世玄公 也叫二世玄公 就是前世和后世 你看他没有宗世 对不对 我们在后世看到的是三世 就是牧主人和两个妃子 在以前明朝的藩王墓 一般都是 牧主人和夫人一起下葬 一起合葬 那么这种规定呢 是天孙二年颁布的 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 牧主人下葬之后 如果王妃再死了 要开关 合葬的话 那么必然会使这个关救 暴露在外 所以说 这么三世玄公 二世玄公啊 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是一个支持点 这是他另一个妃子 两个妃子 关窗都不都不小 这都是长明灯 放长明灯的地方 哎呀我天呐 他这个墓早年被盗 盗得非常干净啊 墓里边只剩下几个矿质 剩下什么都没有 现在还有人祭祀呢 前面摆的是极岸 这个就是墓门 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他是和这个妃子的关系 比较好一点嘛 哎呦我天 这玩意 这平时真没人来 哎我们这里边长马了 这个疼啊这是 啊 你看他那边他和 是和主人呢相通 啊这个妃子 不过他这个石棺床是真大啊 而且是雕花 石雕石棺床 前面有几岸 有十岸 这是放置一些 比如说当时是 供奉了祭祀的 地上长满了这些青苔啊 这个arm的上面 你看 已经都 就是 长满了这个草 我观察一下没有捣动 说明这个木卧当时是 从正门被打开的 正门很阴森的 这个正门大家看一下 这正门 啊